变速油箱多久换一次 变速油箱是保持排档系统清洁的油类用品 起到润滑延长传动装置寿命的作用 在严苛操作条件下减少油品损失 一般情况下 每两年或每行驶4万公里更换一次自动变速油箱 其实更换变速箱油一般也是因车型而定 不同的车型要求不一样 就日系车型来说 建议4到8万公里更换一次 高速行驶较多的车辆 建议4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 变速油箱根据变速箱的种类分为两种 一种是手动变速箱和自动变速箱两种油液 通常变速箱油有三个作用 第一肯定是散热 齿轮之间的相互做工 它肯定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需要润滑油进行散热 第二个是润滑 使档位结合更加的顺畅 第三个就是清洁 保持排档系统的清洁 延长传统装置的寿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